各位选好 下面我们来讲授第13章金融工具 好我们先来看历年考询概况 本章是以主关题加课关题 看见了吗 主关题加课关题的形式来进行考察的 通常考试的分值在6分到18分 18分综合题了 那么客观题的考点是金融资产金融负债 权益工具永续债金融资产转移 套期会计的相关的概念考的概念 除此以外还有金融资产的初始计量 后续计量金融资产的三分类 你别看了三分类 这个三分类在大题中也考小题中也考 那么还有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这个是难点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区分 那么考嘛也考 但不经常考 但这是难点 大题主关题 考点是金融资产的具体的分类 那么具体分类就是三分类了 还有会计分路的编制 与所得税结合 与外币业务结合 这两个结合是这两年考试的热点 本章题目难度较大 真的挺大的 属于考试的重点的章节 几乎每年都是要考到的 是什么 是热门的考点 所以我们重点关注 贪于成本计量的兼容资产 以公允家计量 前期变动 介入其他综合收益金融 还有以公允家计量 前期变动 介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的 权益工具投资等 那么这些内容 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从考试角度来讲 那么这四个内容 这四个内容 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再接着看 近年考点之机 第一个 金融工具的基本的概念 单选多选都出现过 两颗心 20年 17年 16年都出现过 给出相关资料 选择不应将其分类为 权益工具的条款 这个说实在比较难 就给出资料 让你判断到底是 金融负担 还是权益工具 那么你要根据资料选 再选择不属于 金融负债项目 哪些属于金融负债 哪些属于非金融负债 我们后面慢慢会学到 还有权益工具和金融负债 这个最难 这个最难 这是一个 那么接着看 债权投资 单向选择计算机 都考过19年12年 告知相关资料 要求计算 贪于成本 这个没有难度 男子是在这要编分路 要编分路 那么考察相关的账务处理 再有 两个其他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么单项选择 多项选择计算题 综合题都出现过 所以这是三个星 两个其他 那么从 从18年到21年 看见了吗 14年13年都有 主要的考察角度 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转换为长头 那么这在大题中考 那么这是一个 这个是重点 那么可以是长头 转换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也可以 其他债权投资 与外币业务结合 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 告知相关资料 计算处置时的投资税 快速计算 10秒算出来的 给出相关事项 选择哪些事项 影响损益 哪些不影响损益 比如说 比如说 以供应价计量 其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变动 就不会影响损益 它影响其他综合收益 对吧 再有考察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的账务处理 所以这两个其他 一个股票 一个债券 要特别注意一下 是考试的热点 再有交易性金融资 那么单向选择 计算题也出现过 21年到18年 15年也有 告知相关资料 要求计算 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 持有期间的 那么这个 持有期间投资收益 那么包括什么 有可能包括什么 现金鼓励 可以吗 是到投资收益内容 再接着看 根据相关的资料 考察金融资产的账务处理 编分录 好 再接着看 金融资产的分类和 从分类 单选 综合都出现过 所以这会儿 给了三颗心 21年到16年 看见了吗 几乎年年都考到 所以金融资产 是否可以分类为 贪于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选择 给出相关资料 考察金融资的分类和 从分类 那么这个内容 说实在的 从考试角度来讲 应该说难度比较大 这个分类 和从分类的问题 其实分类是重要的 从分类 在我们筑块中 考的并不多 从分类考过 但考的并不多 但分类 是从18年 19年 20年 2021年 都考过 都考过 所以这个分类 大家知道 这个分类 表面上挺简单的 实际上 并不那么简单 给出有关的资料 让你分类 分为哪一类 反正三分类 你得选出一类 就可以了 再有金融工具的减值 单项选择 金融工具减值 我这一块 给了两颗心 为什么给了两颗心 我包括预计的 因为金融工具 这个内容 是18年写金教材 18年没考 19年没考 20年考 考的内容 就预期信用减值损失 这个内容 还会再考 包括大体会考的 套期会计 我这是多项选择 是虽然考两年 但我给了一颗心 那么考察角度 是套期交易中 被套期项目 哪些所谓 被套期的项目 还要判断 属于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 套期的被套项目 那么这个内容 就是套期 快据 那么在分类的时候 三个 一个是公允价 套期 一个现金流量 套期 这两个内容 这两个内容 涉及到被套项目 有哪些 选择题要选 那么再有金融赞转移 单项选择 综合题 20年 16年 给出相关资料 判断是否符合 终止确认 那么调检的项目 那么如果终止确认的话 那么叫 充检 叫调检 那么金融攒的 账面价值 如果不满足 终止确认条件 就不能 充账面价值 然后以差错 更正结合的快处 这是金融赞的转移的问题 所以金融赞转移 严格说来 在这里头 那么曾经考过什么 曾经考过这个基于涉入 这个基于涉入的话 应该考过两次 但这个基于涉入 第一次到第二次 这个间隔时间很长很长 起码我只有十年了 应该有十年了 所以这个金融赞的基于涉入 这个大部分考生都头疼 但是你就把书上这个利息搞赌 他也就不会超过双的利息而已了 而且从这里几年的考试情况来看 那么总有黑马 总有一匹黑马 就是超过一想象范围之内的 有些东西绝对不会考 但也出题 像这个金融赞的转移 曾经考过基于涉入 基于涉入 好我们再来看 本章22年考试主要变化内容 这张内容应该说 我个人认为没有实质性变动 大部分内容我都在去年讲义都讲过了 那么今年给加进来了 很多内容都一样 好那么第一个完善 一有模式的判断 这不叫实情变动 那么这个内容实际上 就是把准则讲解中的 有些内容给加进来了 而已了 所以这个不叫实情变动 一有模式 那么第二新增了 这个内容实际在 这个准则讲解中就这句话 这句话我早就想讲一句 好来看 那么企业在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和变中 确认的 或有对价 构成金融资产的 那么该金融资产应当分类为 以公允加计量 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不得将或有对价 指定为从生到死 办能进损益的内容 要指定为 以公允加计量 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金融资产 这个内容不就对赌协议吗 不就对赌吗 比如说 我从别人手里头 别人手里头 我把你给买过来了 你成为我的子公司 非同一控制 对吗 那问题是 我和你们的原股动 我们俩对赌 我们俩对赌 说第一种情况 我买了你们 从他手里把你买过来以后 那么我跟他对赌 协议怎么说呢 就是你们每年的时间一个亿 实现一个亿 实现不了一个亿 我们俩赌 就是你给我钱 我给你钱 要不他给我钱 要不我给他钱 是吧 那么如果他给我钱的话 我收钱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现在走的科目 明确走的科目 告诉我们 只能走交易性经财 那么这个资产 对我来讲 相当应收 相当应收 他给我钱 所以应该分类为 以供应家计量 提及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你不能 不能分类为从生到死 不能进损益 那个不行 其他权益供应投资 那不可以 我还讲过一个内容 这块没写 还讲过一个内容 就是说 对赌 我得给人钱 对赌鞋吗 他刚给我钱 我给人钱 我给人钱 我得除了购买价 我得给人钱 那么这个时候 我走什么科目 负债的科目 什么负债 交易性金融负债 翻类为 以供应家计量 起其变动 寄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对赌吗 对赌协议吗 或有对价 不是对赌吗 这个内容在新的金融工具准则明确规定 这条件非同意控制 同意控制 不是这么处理 好 这是一个 第三 新增了企业持有的符合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行结构性存款业务通知 那么定义 符合这个定义的结构性存款 好 那么投资铁 投资铁购买了 那么分类为什么 明确告诉我分类什么 以供应家计量 起其变动 寄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换句话来讲 你在这儿 你不能进第一类和第二类 也就是 三类的时候 进不了第一类 进不了第二类 只能进兜底分类 兜底分类 那么第一类 你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进不去 那么第二个 也进不了第二类 以供应家计量 起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金融 进不了第二类 因为它不满足SPPI测试 后面再讲这些东西 不满足SPPI测试 合同现金流 合同现金流不满足 所以进不了第一类 进不了第二类 只能进第三类 第三类叫分类为 以供应家计量 起变动 介入当期损益的精算 说白了 走什么科目 交易性精算 这题考多少遍了 考多少遍了 考多少遍了 结构性存款 这是第三个 不属于新增的 虽然写新增 我们早讲过了 早讲过了 而早就考过了 第四个 新增了 特殊金融工具 对发行方而言 不满足权益工具定义 对于投资方而言 也不属于权益工具投资 投资的方 那么在这儿 不能将其指定为 以供应家计量 其变动 寄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精算 这个内容在我后面会讲到 叫可回收工具 可回收工具 这个内容 在老准则没有规范 新准则规范了 我们在18年就讲过这东西 18年讲过 现在刚加进了 好 那我想在这儿说一什么问题 我想说这么一问题 比划比划 看不懂比划比划 我发行方 你们投资方 我发行方 你们是投资方 还没想先说发行方 我发行方 首先我发行方 我发行的这个特殊的 这个金融工具 比如说可回收工具 那么这个可回收工具 那么第一 它是满足 诸如说话满足金融负债 满足金融负债 但是分类的时候 又不分类为金融负债 而分类为什么 而分类为权益工具 而分类为权益工具 它虽然不满足 但分类为权益工具 说把这边分路 借铐行存款 借铐行存款 带的是带什么 那么带的是其他 权益工具等有关科目 等有关科目 不一定做这科目 所以它再说一遍 它满足 诸如说话满足金融负债 这个定义 但是又不分类为金融负债 而分类为什么 权益工具 好 这有了 这是我发行方有了 那么你们呢 你们投资方呢 你们投资方而言 在这也不属于权益工具 不属于权益工具 因为对我来讲 我这边我发的情况 严格说满足金融负债 但是我没有分类金融负债 那么是分类权益工具 对吧 那么你们呢 注意你们不能豁免 你们不能豁免 我这边实际上是负债 你们在这边 你就不能作为权益工具 不能作为权益工具 那么在这也不能指定为 以公允加计量 体积变动 介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这个内容 从生到死 不能进损益的那个东西 不能分类于什么 不能分类为 什么走什么科目 什么其他权益工具 都不可以 那么一般来讲 只能走什么科目 交易性金融负债 新增了 既提合同资产 既提减值损失 应该就有什么科目 这个去年讲过了 为什么呢 我说一下 首先合同资产 它不属于金融散了 不属于金融散 不属于金融散 提减值的时候 就不能借信用减值损失 那么现在走什么科目 叫资本减值损失 所以这个现在明确了 所以这个内容 不属于实际性变动 我去年就讲过了 这一张内容 应该说没有什么实际性变动 很多内容都讲过了 而且都考过了 都考过了 所以这个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借 别过借信用减值损失 借资产减值损失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本章考试 其他内容 就没有发生实际变动了 好 那么这是关于教材变动内容 好 下面我们开始正式来讲 那么第一个 金融工具的基本概念 我们这讲的基本的概念 这个标题是我给命名的 什么叫金融工具 所以金融工具是指 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 并形成其他方的金融负债 或权益工具的合同 这是定义 下面先解释一下 注意 一个巴掌拍不响 那么你们那边形成金融资产 我这边 要不然就是金融负债 要不然就是权益工具 举例子 说我发行债券 我发行债券 我就是金融负债 走什么科目 应付债券 你们买了 你们是金融资产 你们可以作为投资 债权投资 对吧 所以我金融负债 那么你们就是金融资产 什么问题吧 那么注意 我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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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是普通股 也可以是优先股 永续债 我的翻路 借银行从我带的是股本 或者带的什么 带的是其他 选艺工具 你们买了 你们投资 你们投资就可以作为金融资 所以说 一方形成的是 我这边形成金融负债 或者全球公司 你们那边呢 就形成金融资 一个巴掌拍不响 记住 好 那么接着看 金融工具 包括三类 就刚才讲 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 和权益工具 其中合同形式 多种多样 可以有书面 也可以没有书面 但是我们22号准则 22号准则 23号准则 37号准则 三个 三个 涉及到金融工具的 那么通常采用的书面的形式 不可能不采用书面 口头形式 不好使 比如说 我到银行买个理财产品 我买一个亿 我买一个亿 好 签合同吗 当然签合同 你到银行柜台去买 你不签合同吗 肯定有一张纸 附写的 然后还得有一段话 抄上你 还签上点大名 签合同 肯定签合同 是吧 我们后面再讲 收入准则的时候 收入准则中 可以什么 可以是没有书面的 即时合同 我到商店买个东西 需要签合同 不需要签合同 但是金融工具 这往往都是书面的 快速回答 应交所得税 符合不符合金融工具中的 金融负债定义呢 不符合 很简单 应交税费 是且承担的 法定的义务 是按照税收法规 承担的法定义务 它并不是以合同为基础的义务 因此不符合 我们所讲的金融工具定义 所以它在会计核算的时候 虽然是负债 但它不属金融负债 不属金融负债 好 而且这个合同 是合同 那么这个合同 我们强调什么合同 比如说我这么说 说我跟国家事务总局签合同 说明年我按15%交税 或按10%交且所得税 有可能吗 不可能的 应交所得税 是你承担的什么 法定义务 不是签合同的义务 我们金融负债 金融自然都是要签合同的 都是要签合同 而且书面合同 明白了吗 刚才讲书面合同 所以这个内容不属于 不属于 不属于我们所讲的 金融工具中的金融负债 下面具体展开讲 第一金融赛定义 什么是金融赛 值且持有的现金 这个现金可以是 库存现金银行 其他货币资金都可以 以及还有什么 其他方的权益工具 以及后面不说了 到这为止 老师看不懂 看不懂 这看不懂 注意金融工具这一章 很多文字表述是 外国话翻译过来 直译过来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说 我在学这个准子也挺费劲 都一样 都是外国话 外国话的语序 跟中国语序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没关系 慢慢熟悉 所以要把这些话 要变成自己的话 然后考试的 还得用原本去答 明白了吗 来吧 分析 老师的话 啥意思 你把这两个内容 合在一起来 说吧 且持有的 要不然现金 这第一个 那么要不然就是 其他方的权益工具 比如说 我假且持有 乙公司的股票 可以吗 我假且持有 茅台酒的股票 可以吗 我持有 茅台酒的股票 划分为金融赛 可以吗 所以持有的现金 或持有的 其他方的股票 有权益工具 以及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的资产 一 从其他方 收取现金 或其他金融赛的 合同权利 合同权利 我有权利收取 比如说 起的银行算是 不用说 就是典型的金融赛 应收账款 我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我这没收钱 那么可以是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吗 那么这个应收 账款应收票 对我来讲 就无条件的 从其他方 来收取现金 或其他金融赛的 合同权 我有这权利吗 我有这个权利 那么贷款 我银行发放贷款 我到期收本收息 我有这个权利吗 有 所以这些内容 对我们起来讲 都属于兼容资产 这是第一 快速回答 预付账款 属于金融赛吗 预付账款 是资产 但他不属于金融赛 为什么呢 那么其产生的未来经济力 是商品和服务 不是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赛的权利 所以预付账款 钱付出去了 买材料 借预付账款 你最后收什么东西 你收的是材料 收的是商品 你收的不是现金 不是收现金 所以这里没有结算问题 没有结算的问题了 对吧 所以归纳一句话 这句话我们说没有 这是我听课的时候 财政官员讲课讲的 金融资产 也包括我后面讲的金融负债 如果你要确认为金融资产 和金融负债的话 必须是两个条件 第一 必须要合同 这合同 必须签的经济合同 那么第二个 一定是有现金流 收钱给钱 叫现金流 起码这两个条件 预付账款 你说吧 预付账款 签合同 签合 但是没有现金流 你收的是什么 收的是商品 你收的是商品 所以他没有现金流 就不能作为金融资 他是资产 但不属于金融资 而已 好 那么这第一个 第二个 在潜在有利条件 注意有利 那么与其他方交换金融资或金融负债的合同权利 例如且持有的看涨或看跌 看涨和看跌都可以 那么这一类的期权 那么这一类期权通常衍生的金融资 是衍生出来的金融资 不是原生的 股票债券原生的 好 我们看快速回答 2年1月31日 A上市公司股票价格10块钱 好 我不是A公司 我们是 我甲 你 咱俩 签个协议 甲公司 以公司签定6个月后结算的期权合同 合同约定 甲公司 那么以每股0.3元的价格买入了6个月后 执行价格为15块钱的A公司股票的看涨期权 那么到了7月30号 如果A公司股价能够高于15的话 则对我甲公司有利 在有利条件下 对吧 有利 那么甲公司将选择执行该期权 那么甲公司在这是否作为一个金融赞呢 当然可以了 甲公司享有在潜在有利的条件下 予以公司交换金融赞的合同权利 那么应该确认一下什么 衍生金融赞 说白了 从分路角度来讲 借衍生工具代乡资款 这分路我今天新加的 为什么加 我加完这个很多的好理解了 所以这个内容说白了 就是说我要行使权 我得付费 我得给人钱 我给你们钱 你知道吗 我给你们钱 所以我这买入 我花钱买吗 我花钱买吧 期权费用多少 期权费用是每股0.3 乘以多少股 那么对我来讲 借衍生工具代乡资款 那么这个衍生工具 说白了也就这么说吧 我就是我买吧 我买的话对我来讲应收性质 借应收款项代乡资款 这不这个意思吗 但是要借应收不合适啊 这不衍生的吗 所以单独设置 这个科目叫衍生工具 就这个意思 所以衍生工具 这个科目要注意 借方表示的金融资 代方表明了金融负债 好 那么再说你们一样 我这假说完了 我付费给你们了 你们呢 对你们来讲是金融负债 你们收了我钱了 你们分路是借银行送往 代的是衍生工具 你们在代方 对你们来讲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 所以对你们来讲 是在潜在不利条件下 我有利 你们不利条件下 不利条件下 要交付 要交付的 要交付现金等等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在我这边借衍生工具的话 大家好理解 衍生工具 技术属于金融资的科目 不就完事了吗 好 这是一个 第三 将来虚用货 可以用自身权益工具 进行结算的 非衍生的工具合同 且起 那么根据合同 将收到的可变数量的 自身的权益工具 不是固定的数量 固定的金额 是可变的 那么为什么可变 是随着股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变动 今天你不知道吗 对吧 好 我们还是看 快速回答 反应反应 假公司为上市公司 二年二月号 为回购自身的普通股 那么和一切签订合同 我跟你签合同了 我讲你们以 然后呢 然后向其我支付给你们 五百万的现金 那么约定 约定什么 约定二年六月三十号 那么假公司交付于 五百万等值的假公司股票 那么以后你们要给我股票 你们要给我股票啊 对吧 我给你钱了 给多少钱 给五百万 给五百万 然后呢 六月三十号 你们要向我交付与五百万等值的假公司股票 多少数量不知道 多少数量不知道 那么假公司可获得普通股的具体数量 是以二年六月三十号假公司的股价来确定的 那么假公司是否应当确认一下金融赛了 当然可以了 这也没问题啊 那么假公司收到自身的普通股的数量 是随着普通股的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变动 在这种情况下 假公司应该确认一下金融赛 说完了 我走什么科目 我走还是走衍生工具 还是走衍生工具 我后面有这题啊 借衍生工具代详赛款 你说老师为什么 这个道题一定要注意 不是固定换固定 交付的可变数量的金额是固定五百 这个金额是固定的 但是我收到股票数量多少 那么六月三十号这一天 如果股价市场价格每股十块钱 我收多少能算出来吧 能算出来吧 那么如果当天不是十块钱 六月三十号股价是二十块钱呢 三十块钱呢 我收到股票的数量是不是变动的 是不是变动的 是不是变动是变动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付费 我们付费啊 那么要行使权利啊 借的衍生工具 那么一定是什么金融赛款 所以这还是金融赛款 好对方呢 好对方呢 那么一定记住 对方呢 是交付 对方交付可变数量 对方 那么是借银行存款 带的是衍生工具 对方是金融赛款 我这边金融赛款 好 这是一个问题啊 第四 将来需用货 可以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进行结算的衍生工具 不是非衍生 衍生工具的合同 但是固定的数量 自身权益工具 交换固定啊 金额的现金 这个除外啊 这个除外 那么固定换固定 注意 是属于所有者权益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只能是交换的 是不是固定的 不是固定的 是可变数量的啊 好 再接着看 快速回答 蒋公司二年二月号 向以公司支付了 一千元购入期 以自身普通骨为标的的 看涨期权 根据该合同啊 根据该合同 蒋公司有权以每股 二十元的价格 向以公司购入一千股 行权日是二年六月三十 行权日这一天 期权将以假公司 普通股净额结算 一看到这俩字 什么叫结算 咱俩结算结算吗 咱俩结算 你给我钱 我给你钱 叫结算 是不是 一看到结算这个事 那么就一定记住 大部分情况来讲 是金融负债 用什么结算 你现金结算也可以 现金金额结算也可以 你给我多少钱 我给你多少钱 咱们嘎叉就完了 对吧 咱们也可以拿普通股结算 接着看 假设行权日加公司 普通股市场价格25块钱 那么当日期权的供引价值 是供引价5000 那么这5000呢 也就是说啊 怎么算出来的啊 是25 当日市场价25 那么减掉 行权价20块钱 差的5块钱 再乘1000 那么是5000 好了 那么当日供引价5000 这个数是固定的 这个不是变动固定 但是我交付不普通股 金额结算吗 不是金额结算吗 那么这个金额结算 这不金额结算吗 拿什么结算 不是拿现金 拿股票 我给多少数量 给多少数量 好 那么当日的供引价25 那么这个数量确定了吗 如果当日供引价不是25呢 是20呢 是30呢 我交付的这个股票数量 是不是变动的 是变动的 那么假公司 是不是要确认一下金融散呢 是的 确认金融散 是的 理由 侵权合同 属于将来需用公司 自身的权益工具 进行结算的衍生工具合同 由于合同约定 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股 金额结算 侵权的供引价 而并不是按照 每股20元的价格 全额结算1500 不是固定换固定 不是我们所讲的 以固定的数量的 自身权益工具 交换固定金额的 如果固定换固定 属于所有者权益 只要不是固定的 那么一定是什么 一定我这边就是金融资产 就衍生金融资产 对方 那么就是金融负债 这个意思 好 快速机 那么新的金融工具 准则规定金融资产 包括哪些啊 我们给你归纳归纳 有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其他应收款 贷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益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 衍生金融资产等等 那么不属于新的 金融工具 准则规定的金融资产 有长期股权投资 你说老师不对啊 我们上大学说过 长期股权投资 属于金融资 没错 是的 老师你矛盾了 老师你说矛盾了 我没矛盾 长期股权投资 是属于金融资 但是在我们国家规定 长期股权投资 不属于22号准则规定的 它是属于 第二号准则规定的内容 所以适用的准则范围不一样 所以我说的 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 你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长头 这个是第二号准则规定的 那么金融资产是22号准则规定的 两码事 所以长期股权投资 是第二号准则规定的 第二号准则规定的 规范的也可以 所以它不属于我们 22号准则规定的 这个金融资产 合同资产 应收账款是吧 但合同资产不是了 合同资产 这是收入准则规范内容 收入准则规范内容 那么合同资产和应收账款 以后再学收入准则会讲到的 他们俩的共同特点 都是随着时间流失 收钱 应收账款是无条件收取 那么合同资产有条件收取 承担风险不一样 应收账款承担的是信用风险 合同资产除了承担信用风险 还要承担什么旅约风险 所以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你说它有时候能不能说 属于金融资产这个内容 从表面上真的是 但是它不属于22号准则规范的金融资产 它属于收入准则规范的 预付账款刚才说了 没限逆流对吧 应收退货成本 这个属于收入准则规范的 而不属于我们这金融资的内容 好 所以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大家学习要慢慢的要理解 哪些属于金融资 属于金融资一定指的 22号准则规范内容 好 第二 金融负债和权以工具定义 第一 金融负债 什么是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是指企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负债 好 那么这两个之一是两大块内容 两大块内容 那么先看那边 圈一 向其他方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的合同义务 比如说应付账款 对我来讲签合同签合同 那么对我来讲要支付现金 也就是说我在这头我必须要支付 我必须要支付 是法定义务对我来讲 也不可避免的交付现金 再比如说从银行取得借款了 我不可避免的我要交付现金 到期还本付息 对吧 第二个潜在不利 刚才讲了金融资是有利 这边不利 在潜在不利条件下 与其他方交换金融资或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 所以这两个概括在一起 只要是交付现金或交付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一定都是所谓金融负债欠债还钱 说白欠债还钱 所以这是交付的现金 说白了交付现金 就完成了 这这么简单 交付现金 好 这是一个 三个四 那么将来需用货 可以用自身权益工具 进行结算的 非衍生的 非衍生的这个工具合同 且 且根据合同将交付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是可变数量的 不是固定换固定 所以 那么这边给的什么 给股票 给的股票 这边给人现金 这边给人现金 这边给人股票 但交付的股票的数量 是随着股票的供引价值的变暖变暖 是可变的 那么这边交付的 将来需用货 可以用自身权益工具 结算的 是衍生工具合同 这边非 这边衍生工具合同 但是固定换固定出外 所以这边 概括在一起 三颗四 概括在一起 交付可变数量自身权益工具 不是固定换固定 那么这边给的现金 交付现金 所以作为负账 欠债还钱 要不还股票 要不还股票 交付可变数量自身权益工具 金融负债的概念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17年代好题 多项选择 那么下列各项 不属于金融负债的 金融负债 来吧 按照销售合同 约定的预收的款项 预收的款项 这个预收的款项 我们走什么合目 走合同负债 走合同负债合目 合同负债 不属于22准则规定内容 那么属于收入准则规范内容 所以不属于 这个不属于 所以这个不属于 这个不属于 人家老师错了 你刚才说合同负债 应该走预收账款科目 错 收入准则 不再使用预收账款科目 而使用合同负债科目 那么B 那么是按照法规计算 确定应交所得税 应交所得税 这个内容是承担法的一股 而不是什么 而不属于我们所讲的 这个经济合同一股 那法的一股 我们是经济合同一股 所以这个不属于金融负债 选嘛 这俩都选 所以按照产品质量保证 承诺的预计负债 预计的保修费 这个是属于13号准则规定的 不属于金融负债 不属于金融负债 那么第一 按照采购合同 约定应支付的 购货的那个采购设备款 这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那么这属于金融负债 所以不属于的 那么就是ABC 好我们来看快速计 那么新的金融工具 准则规定的金融负债 包括哪些 有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长期借款 其他应付账 应付票据 应付债券 衍生金融负债 没问题吧 好 那不属于新金融工具 准则规定的金融负债 包括哪些 预收账款 不属于 预收账款 我最后收取的是什么 我预收账款 预收账款 收的是钱 对吧 我收的是钱 没问题吧 好 那么合同负债 我也是预收 但用的科目一样 那么合同负债是 收准的规定的 预收账款 比如说 处置固定财 我预收了 都可以吗 好 那么这时候 我收了钱了 收了钱以后 那么这个负债 怎么了结 这个负债 怎么 那么我发商品 这个我发出商品 那么就可以了结了 对吧 后面它没有结算的内容了 没有结算内容了 那么预收账款 我把固定的卖给它不就完了 我把设备处置给它不就完了吗 所以这两个内容不属于金融负债 因为没有结算的问题了 没有结算问题了 合同结算 合同结算是两个科目合并在一起的科目 合同结算 一个合同自然 一个是合同负债 这俩科目放在一起统称为叫合同结算 这属于收入准则规定内容 应付职工薪酬也不属于 因为它签订的合同 不是经济合同 是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 不属于我们这内容 预计负债 它是估计的 是不确定事项 不确定事项 所以它13号准则规定内容 不属于22号准则规定内容 应交所得税 应交税费是法的一物 不是经济合同承担一物 那么这些都不属于我所讲的 兼容负债 看20年考题 讲公司为制造业企业 下列交易事项 形成的现实义务 所谓兼容负债的有 为以销售产品 计提产品质量保证5000万 这是吗 我说过了 这是按照13号准则规定 那么计提的一项是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 由于不是产生于经济合同 而是产生推定义务 它是推定义务 那么将来承担的义务是保修 而不是现金的交付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不属于金融负债 就不属于金融负债 对吧 那么再接着说 还是说再衍生一下 那么如果未结诉讼所形成预计负债 那么将来败诉是要支付现金的 但这种情况也不属于金融负债 因为它不是产生经济合同 那是法院判决的 那法院判决也不属于我们这所讲的经济合同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A 没问题了 这个没问题了 不属于 B 按照年度奖金计划 寄贴应付职工薪酬 这也不属于 那么职工薪酬是按照第九号准则规定 确认为一项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是劳动合同 而不是经济合同 所以不属于金融负债内容 所以运收已公司的商品的采购款 800 这个也不属于 那么运收商品采购款 是一项向其他单位交付存货的一种义务 所以不符合金融负债定义 所以这也不属于 D 向证券公司介入 并上市公司100万股对外出售 那么介入的 介入的 那么这个属于了 这个属于了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D 答案选择D 好 所以这个属于典型的金融负债 一方金融负债 一方金融负债 所以这个那是金融负债 所以这不介入的吗 这不介入的吗 借进来就要还 所以一方是金融负债 那么另一方就是金融负债 那么这个到底问题是介入的 是向证券公司介入的 那么这个时候是谁 假公司介入的吗 对假公司来讲是金融负债 那么对于证券公司来讲 就是金融资产 融券 融券业务 融券业务 就这类的业务 后面还会讲到的 好 答案选择D 第二 权益工具 是指能证明拥有某个企业 在扣除了所有的负债 后的资产中剩余权益的合同 用中国话来讲 不就是资产减负债吗 资产减负债不叫所有者权益吗 所有只有所有权益 就权益工具 那么在同时满足 下面这张图所劣势情况下 那么且应该将其发行的金融工具 分类为权益工具 来吧 看张图 那么第一 该金融工具 不包括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攒 给其他方 或者在潜在不利条件下 那么与其他方交换金融资产 金融攒合金融负债 所以这两种都不需要 都不包括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 我不需要归还 最典型的发行股票 发行股票没有归还问题 所以在这里头 该金融工具不包括交付现金 也不包括在潜在不利条件下 我要交换金融资 没有那事 没有那事 而金融负债呢 那么就有了 金融负债要交付现金 包括在潜在不利条件 要交付现金 而发行权益工具的话 那么不包括 也就是发行股票没有归还问题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 将来需用或可以用 且自身权益工具 结算的金融工具 如果该工具为 非衍生工具 不包括交付可变数量 自身权益工具 进行结算用 如果衍生的 那么企业只能通过 以固定数量自身权益工具 交换固定的 固定金额的 这个现金或其他金融责来结算 那么这个内容说白了 你甭管是衍生非衍生的 总而言之 一定是固定换固定 固定换固定 比如说 认股权证最典型 认股权证 所以这边内容呢 是没有交付现金问题 那么这边固定换固定 那么一定都是所有者权益 都所有者权益